这个是可以渗 好了 那个今天咱们主要讲讲那个 如何提高正手这个供求能力 首先第一点 这个供求这个正手供求 最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先把那个动作应该要规范一下 那么动作规范的时候 有几个环节应该要注意 第一个环节就是这个 这一个 胳膊跟身体的距离 有些队员打起来后这胳膊老是喜欢夹着 这么一夹的话 这个以后发力就发不出来 他只不用这个潜力来 必须要稍微放开一点 就是说一个全的这个 距离 一个全的距离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以后发力的时候可以用大度耽误钱 这是第一个环节 第二个 就是说这个胳膊走的这个小臂 不能太低 也不能太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太低的话 你打开球就容易顶板面 容易顶板面 如果说你太高的话 你这个这个打出这弧线的话 就容易下 一定就是说保重自然一点 这个角度就可以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 板这一块 这个板这一块就是说 嗯 稍微 稍微 这个角度就可以 然后就把这个这个这个齿多啊 不能就是说 我方超级要下压一点 这个是 这大部分是抠住 抠住 你不能这样 也不能 不能就是太太厉 一定要保湿 嗯 然后脚底下一定有重重心一定有 稍微下压 这个这个前行 然后脚底下 嗯 这是准备准备的姿势 啊 然后音法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啊 音法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呢 身体这一块 要再带走手臂 你不能手单独这个地方往路拉 啊 有很多小孩 你打开球 就说单独就往路拉 这是对 啊 一定是把这手固定住 然后 腰 啊 腰带走回 然后 然后带走隔壁 啊 然后向向后 啊 向后 往向后去 音法 啊 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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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蹬头 然后蹬腿 啊 重心转换 先从 先从重心 先到右点 转手 把这个腿也往右点 然后 到左脚 啊 就这一块 啊 嗯 这是 基本动作 啊 基本动作 啊 大家就是说了 一定要不要忽视这个脚底下 啊脚底下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要去挡上去 我应该脚底下 脚底下去 动啊 明明是先从 先从 啊 中心 啊 中心在中心 然后压着落掉 啊 激了激求的时候 再转到左脚 然后 然后前臂推的时候 啊 腰带过来 两四五千 大股在五千 往前 啊 这个 这个 基本动作 啊 都听 听懂了 朋友 能听懂吗 啊 基本上就是几个 几个要点 好 见关了 好点头 在那个 训练正手工的时候 啊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一个是注意 上者的 上者的 动作 啊 也不能忽视 啊 重心转换 并不法这个 结合训练 嗯 在训练过程 一定要遵循一个什么呢 一定要 遵循一个 呃 从简 到难 啊 从有序 到无序 从轻 到重的原则去训练 啊 你不能 一上就想 我们想发上质量啊 那是不那个 不科学的啊 一定就是说 先从 啊 从这个数量的积累 啊 到值的变化 那么 在训练方法上啊 咱们就是说 要先从最基本的这个 这个 训练开始 啊 一般上的时候 以多求这种方法 是不是对于这种小孩 啊 还有成年人也好 这种 是 嗯 最直接也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种 一种 一种训练 那么 嗯 最简单的第一种就是训练这种 单线训练 嗯 嗯 如果 上了一个小孩 那个 嗯 嗯 啊 拿着 拿着你的板 拿着你的板 训练单线这种训练啊 啊 啊 刚开始的时候 啊 你可以 就是发多球的时候 可以稍微 稍微慢点 你单板的形式去 去刷 啊 啊 第一个就是说 在打的过程当中 应要注意 啊 首先先还原 花圆完以后 应要注意步伐的起动 啊 步伐的起动 就是说刚开始学的时候 一般都是先 先滑步 那么滑滑过的时候 他的 他的这个 要点 主要就是说 从左腿啊 带着右腿啊 左腿带着右腿 啊 过来准备 然后再过来的同时 啊 腰带腰再把手带过来准备 然后出过来 然后 刚跟女生 刚刚刚说了 啊 从后腿 然后再过来 然后再换圆 换圆 然后出过来 然后再进去 啊 再过去 然后再登进去 啊 啊 然后打一个 啊 这是最基本的 干线 啊 换圆 啊 这个轴 千万不要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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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这个前女代的 啊 不要这个轴 往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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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啊 再过来 啊 啊 这个 在念的过程当中 一定不要 不是脚底下 啊 一定要加个部法 跟上肢同时 睡觉 啊 这个不错 啊 这个是第一种 啊 第二种就是 连续啊 连续啊 连这个连续啊 连续啊 连续转铁 啊 转 夹带 在这个训练呢 过程当中 就是说 应该要注意 啊 不用就是说 一打半球 啊 就保持一个中心转换 哎 重心转换 啊 从左 从右腿到左腿 然后再 再到右腿 再到左腿 再到左腿 一个转换 换 啊 来 啊 来 啊 好 啊 不错 啊 这是 咱们说的 单线训练啊 然后 第二种训练方法 就是 两点训练啊 两点训练的话 就是 结合 步法啊 啊 先 先 正手 中 啊 直接 来 来 回训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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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个过程当中 还要注意 一下 啊 你用从右腿到左腿 然再到 再到 啊 啊 这一个就是说有一个 步法上有一个 道点 这个是 啊 机弯球过来 再过来的同时 哎 然后再压了这个肉 也要再转过来 啊 然后再转 啊 其中步法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种重心 啊 这样不要 不要是容易犯错 一过来就过 然后再转 嗯 这样就慢 一定是 过来做 过来同时 压了这个 过来 压了这个 然后再转 啊 挺圆了 先先干一遍 下一个训练方法 还是两点训练 现在训练的内容呢 就是属于那个两点衔接训练 它这个主要是突出了 球与球之间的这种衔接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 它的腰带动身体的这个能力 好 先有一名女主员上来吧 现在准备好 发球的时候一定要快点发烟 对不对 好 不错 准备 这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训练 这两个球衔接 然后这腰带动身体 这一个这个爆发力 好 下一个训练训练方法 就是不定点的训练 不定点训练 这一个是要求就是一定要从慢到快 先从球速先上来发的时候一定稍微慢一点 嗯 然后低迅速是球 低迅速 dab 弱点效果可以从二分之一才完成 嗯 不错 这个 训练过程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练这种金球意识 然后再加上不法早点的这种意识 在训练过程当中很多队员他看不着球 他最主要问题就是早点上来还是有大场反应过的 在练的过程当中一定就是说 营销是身体带动手臂去找标球 千万不要就是行风风风了 脚底下不动老伸人胳膊这是很容易犯的 一定就是说在练习这个内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先去腿先去找标志 不同点看着球球在这 不反正去找标志 再找过过程当中然后讲一题 千万不要就是说一打打时间长了 就从这个线就离过来这边这样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有脚底下 如果说你不动脚没有中心走向他 你打完一板以后下一板你就容易失位 一失位以后过去的球就没有衔接性 包括你的发力就不可弹了 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找点 找点听球 包括做法的启动 然后这个练了如果好的话 然后就可以把节奏给发快一些 来 一边加快 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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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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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再增加点难 就是在落点上 啊 在落点上 从二分接才转到三分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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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弹子小弹给你做 然后才突然来一个大弹鼓呢 啊 然后再慢点 然后再让它保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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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三种训练内容 第四种训练内容就是主要是节奏训练内容 它主要就是根据不同来球 然后选择不同击球点的训练 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个击球点 球一落上升期高点期然后下降下降期 然后每一个期它的动作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前脸上升期 那么你的这种动作幅度就稍微小一点 因为要打快动作幅度稍微小了前进手法 高点期逐渐慢 高点期下降期然后逐渐点不同都不同完以后 然后你这个身体应该要逐渐的幅度应该要增大一点 那么在练习过程当中你可以这样逐渐 进台啊 进台啊 两个 来中台两个 然后 后那个 远台两个啊这样去训练啊来提高你的这种击球节奏 好 老师 打一棒 来 进台两个 一 二 中台 对 好 好 远台 啊 再把二个进台 再往下退退 啊 退退啊 然后加进台,加步法,进台,两个,来,这是,这个,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这个步法,步法,进台,两个,最步,来,往后一点,中台,两个,来,然后远台,两个,然后再靠上来,再进台,两个,然后那个步法的话,还是左腿再右腿, 然后浮现,后最步,然后再往前一迈,对,来,好,进台,上上去,高点,然后再慢,不错,然后再上,进台,对,中台,对,不错,随着这个点越往后,这动作幅度就一样, 越大,这个机球这个距离就拉得越大,越往前,这个百倍速度越快,动作幅度就越小,你也要掌握这个推理,这就是,这个节奏这个训练, 第五一个就是,落点训练,当你有了一定的基础的情况下,那么对落点这个,对落点的要求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在训练过点的时候,可以跟,结合咱们前面三个,一个是单线,两点,固定点,包括节奏,结合起来训练, 比如说,上上的板面前面单线,那么你可就要求,要求的话就是说,要求它打正手一个,打反手一个,打反手一个,打直线一个,斜线一个,对,不错,不错,不错的,然后在打的过程当中,这里有一个支持点,一定要注意, 你,快打斜线的时候,跟直线的时候,动作节奏是有调整的,打斜线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脚,两脚,左脚稍前一点,右脚稍后一点,然后身体转,转这个服务相对要大一些,然后推开方向,要到,推开方向要到他的正主位, 所以,多往这送一送,啊,就是,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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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斜线,那么打直线的时候,这部法就要调整了,啊,那么,左脚呢,应该就多往前一点,然后右脚稍后拿一些,啊,然后用力方向的时候,啊,短一点,啊,短一点,往它,直线这一块,用力,然后前队呢,这个,因为这个线,就会拍过一些,这个线转,那么线转还是,你会拍这个速度, 然后,就是要,这个,一定要,因应要加快一点,啊,如果说你到,当斜线去打,你这个时候,很容易, 出现,啊,这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打斜线跟直线的时候,就,不法跟手法就调解,啊, 斜线,哎,直线,再调一会,斜线,直线,再调一会,斜线,直线,嗯,打一打, 你比如这最基本的落点圈 接着结合在那边的两点顺便 你可以第一组全打众主队 第二组全打众主队 就是第一个两点打正主队 第二个两点 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定要从最简单的 然后不愿复杂 然后来提高这种正主这种能力 这是咱们所讲的正主上一圈的一些训练方法 给内容就说到这 好 好